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元 你介绍时代天宏楼款 非常漂亮和详细的资料 我们想问一下如果香港客户 现在疫情期间他要买楼 扣楼的手续过不来又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们公司都知道香港那边拖不了关 其实我们公司都很灵活 如果你太合适了我们这边的楼盘 可以直接空转过来我们公司那边 我们公司有账号 有金管账号可以直接转过来 定金可以转过来 然后我们公司正常之内 就是7天之内备首期 如果你是按揭的客户 你就可以7天之内 给30%或40% 要看你的情况 按揭30% 40% 要看你的情况 你就可以直接转回 我们公司的正常随便 也没有问题 是 如果一次性复盘的话 就是7天之内给50% 一个月之内再给50% 即是有7天到30天 7天才给一半 30天内就交齐所有的 一次性 是 如果公司的客户 你就是正常之内给齐首期 我们这边的话很快出准扣书 你给定金那天的话 我们可以收到定金的收据给他 定金收据 查到账之后 就可以给定金的收据 那定金有多少钱呢 定金就是2万元 还有3万元是团购 因为我们现在有互动 有3万元的团购用 总共是5万元的 5万元的齐定 是 然后正低首期的话 就是7天之内给 是 是 认购书的话 正常之内 就是你给定金之后 我们立即去出认购书给他 哦 不过 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折扣 折扣的话 一定要给齐首期之后 我们会再審批 有初版的认购书 和中版的认购书 其实是期间要换的 你给齐首期的时候 就要换一份 是换一份最终版的认购书 最终的折扣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客户 他看到他份认购书 那些认购书 不同 是吗 是 没错 如果是按揭的话 就准备的资料就是 香港外申闻证 回乡证 和梁丹 收购书 和牛水 OK 就是按揭 对 按揭的话 可以直接找香港外申闻 可以的 比如公眼 公眼 公眼 香港公眼 还有一个是南洋之行 南洋之行 南洋之行 分别是首期换会有变化 有 因为我们之前有了解过 公眼亚洲是高首期的 对 四成的 如果你选择南洋之行 可以给到三星首期 哦 那ray会不会不同呢 就是识口会不会不同 会不同 如果公眼那边是3.25 那么低 如果是南洋应该是4.75 哦 差很远 对 差一点 要看首期的问题 如果首期没有问题 可以选择公眼那边 给多一点 对 利息就会低一点 按揭这部分的手续 它又怎样做呢 因为过不来 过不来 过不来的话是这样 即是我们已经和香港那边的 银行已有合作 提供你的信息给它 它直接会联系 后户那边 即会联系 直接联系后户 因为如果一期的话 是现房 公正交税 公正办防身证 公正合同 哦 在群里面的话 我们有个公正人员 在里面教你怎么处理的 OK 那就真的很方便 很方便 因为特殊情况 特殊处理 特殊时期 很灵魂的公司 那譬如 你刚才说完案件 办完手续 办完银行的手续 那网签的话又怎样去 网签是这样 有个草签 草签的话 一样都要拉个群 我们律师所 因为我们这边的位置 帝城律师所的同事 在里面 你拉个群和业主 在一起 之后叫他 合对一下 草签里面的内容 又何时去做这个草签 这个的话 就是银行审批 OK 没问题 之后和社署出来 就可以签合同 OK 那草签完之后 就等网签了 是啊 其实草签你 确认没问题之后 我们立刻去出网签合同 寄给他签 寄给他 是 是 又是律师和他视像 是 视频应该怎么签 应该要说些什么 是本人签 这些要做下公正 那你刚才说完 是按揭的流程 如果是刺盛 大家都知道 刺盛更简单 是 你交了钱就网签 对 是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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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签再网签 就是排期 是 这一部分就网签了 如果我们真的买的话 我们期间是有什么责费呢 这个月 除了逢款之外 还有一个维瑟基金 因为维瑟基金是政府要求收的 还有一个契税 如果不是一期的话 要交契税 二期不需要 因为二期不需要 收楼时才交 收楼时才交 第三个就是律师费 因为刚才跟你说 有签合同 又有律师那边做公证 还有律师费 如果你是按揭的话 差不多是1200元 1200元 如果是利益性的话 是900元 900元 就做事多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公证 你要从公证署那边 要从公证合同 公证契税 要委托人家 反正就是扮公证书 这个就是公证署的收费 这个不同公证署不同收费 大概多少钱 大概的话 这100元 都要几千元 都要几千元 如果是香港公证署那边 其实做公证更贵一点 因为它利息低 不过公证署会贵一点 OK 可能会上100元 那就贵一点 但是价格那边 没错 没错 好 那就全部搞定了 如果我买一期 我就直接收楼 是直接收楼 收楼 现在目前来说 你过不了 所以等通关后 过来收楼都可以 其实如果说 我想买大些屋丸 我又不急 我可以买一期 没错 遲一点 都是等到年中到年底 年底 可能我们合同规定是12月份 早的话12月份 正常都早一点 是 没错 所有手组流程和资料 都非常齐全 如果对这个楼馆有兴趣的 香港朋友 都可以了解这个视频 你到时买了之后 或者你想买的时候 要准备些什么 准备多少钱 和一个手组流程 你有个心理准备 都继续追随我们的YouTube频道 都继续带大家 看看更多楼本的手组流程资讯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